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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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观众也能记得在2002年的康普斯杯上 马来西亚的半决赛战胜中组队 哈佛斯队就是在第二端打赢了爆春莱 与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杀很漂亮 对着 这个球有点可惜 刚才也看到 其实哈佛斯在就这个球的时候 就已经基本上 重心就完平是在很前面 就可能会选手在杀球的时候这个落点来处理 这一位观众来自内蒙的七零浩特 是六号七零二姐说 主持人您好 我想跟有一炮羽毛球运动装备 能否实现全看您的了 多发短信 看你运气是不是够好 小英秀回球又拉出了笔线 哈佛斯还是一个非常就是就是比较全面的一步 防守能力也比较强 成功这个突击的能力也相当有危险 马来西亚业与毛球推广的非常普及 业与水球很多 他们也有很多就是整个家庭都特别喜欢 像张俊凯你们和陆伦波他们打球的时候 西德克家族 对对对 现在这个其实哈佛斯和他的哥哥罗斯林 都是非常有名的 对 哈佛斯打这个第三单打的位置是比较轻松 可能很多人都想你 赵天王你原来打这个汤杯的时候 都是打第三单打 你觉得是不是拿右手的能力 因为你是左手 那个话讲的太满了一点 那会第三单打碰见最厉害的 就是稍微还有点威胁的眼神 第一阶的时候 那时候是遇到 那个马来西亚这个 嗯 拉西德克 1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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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哈佛斯越带的自信 是 蒋英雄基本已经没有什么信心 可以可以说两个人的实力还是有一段距离 嗯 所以我们看到哈佛斯打在场上 可以说 嗯 一定要轻松自如 嗯 每位广州 广东善美的观众们 接下来还有没有比赛 接下来我们直播的比赛 就看完这场比赛也就不直播了 但是在今天我们都知道 日本的佐藤祥志 他是爆冷战胜了 陶菲克 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头 将会给大家安排播出这场比赛的录像 那大家一起来看看这场比赛 陶菲克是怎么输的 我看到 陶菲克在场上也显得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招数了 因为不管怎么说就是说很难去抵挡 好像这个美球得分就是你一下差个七八分上十分 其实谁的心里都知道追会可能太难 对对对 使得斗志也不像原来 像原来这个即使对方到了十四分 我还还有团体赛 我肯定要咬一咬拼 这哈菲斯特别喜欢玩这个 是是 就是在反手这样多对吧 这个球我觉得你偶尔做一点还可以 太多的话就失去意义 没太威胁 因为他自己的习惯 就是说因为他现在比分领先比较多 如果大家的背腿对他的威胁也没有 所以可以说带有那种严的性格 还有觉得作为一个运动员 那么尤其在什么重要的比赛当中 还是应该注意一下 就是说如何把自己真实的 一些记载数能够发挥出来 那场上比分十四比六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为您直播的 在日本东京体育馆进行的 汤姆斯杯的森林决赛 马来西亚队和韩国队的比赛 这是最后一场 这场比赛马来西亚队获胜 哈菲斯获胜的话 马来西亚队就晋级四场 他第一局已经赢了21比17 现在在第二局大比分哪千 这场球基本上结果已经出来了 马来西亚队最终还是将以3比2 战胜韩国队 但是他们在半决赛是对阵丹麦队 这也是两个夺冠热门之间的交手 中国队将在上半区 已经在印度尼下队 好球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双方印度员在往前 那么经过回放以后 最终还是阿菲兹在回球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质量比较好 一个单打运动员就是 首先要把自己的这个基本金属 要能够找到一个成熟 还有一个就是往前 如果能够有在一定的优势 或者能够为自己 创造机会 对 往前其实是个相当不错的 可以为自己创造机会 还有呢 可以为自己继承体力 我觉得这个业余和专业 当然我打球水分比较低了 但是我感觉在我这个层次 就是我们都是 后场创造机会 对 而专业运动员 他们都是前场 往前创造机会 创造体会后场的 对 我们都是靠后场的 就是不会压你两个底线 因为后场比较容易的 比较容易一点 得分拳在往前 反正他肯定两个底线 到往前一放了 他跑不到的是吧 对 我们都是这个 这也是一种暂时 好球 我们看到小英秀 中国自己在突击 这个后场手里面 侧身起跳 16比10 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销链 也在提醒这个哈贝兹 还是要注意场上的这个比分 应该要抓紧 打球 投底 转起起跳 这个还是相当快的 回放太高了 马上铺一个背脚 回放 反正 这也是哈贝兹 转转开放了完以后的 下一排的准备 还是相当充分的 嗯 这将韩国首席的号5928的冠军阵 中国队一共拿了多少次汤杯和油杯 中国队第一次拿汤姆斯杯是1982年5月19号 在英国陆公主 当时战胜印度尼西亚第一次获得汤姆斯杯冠军 之后在86年到90年实现三连冠 然后在2004年又一次获得了汤杯 一共是白西亚是5次 油冠军是9次 一共从84年第一次拿到 那现在是9次获得过油冠军队 现在 哈贝兹获得这场米赛的场点 马来西亚队也获得了赛点 20比10 大局一变 卡贝兹一个头顶直线杀中 他以21比10又拿下了第二局比赛 2比0战胜了韩国的蒋英秀 马来西亚队在第二单打 黄宗翰受伤弃权的情况下 仍然以3比2战胜了韩国队 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这让马来西亚队进入半决赛 他们将和丹麦队争夺决赛 我们也一起欣赏了这场比赛 虽然黄宗翰在比赛当中受伤 退出比赛 马来西亚最终还是比3比2 战胜了韩国队